大家好,我是来自台北的瑞德 我现在正在经营一个IG粉专 叫做Films or Not 本集Podcast的录音时间是 台湾时间8月5日周六晚上11点半 新闻内容可能会随着你收听的时间有所改变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欢迎收听第三季第86集的观测站底嘉了 我是可欣 我是芳瑜 我是雷豆 不好意思,上周请假 那我这周回来了也感谢香菇的代班 那我们这一周一开始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刘志欣 她是前报道者的副总编辑 然后也是前NDI 我们有访问过NDI 如果大家还不知道NDI是什么的话 请去我们的YouTube去看一下 就是美国民主基金会 一个智库啦 她是那边的顾问 那志欣她那时候就有被我们观测站 在7月份的时候邀请到花府 那时候Lado也在场 那就是做一个黑客送 她在现场也去访问了 就是在美国的台湾人 怎么去看现在的中台关系 那她就是在上礼拜的时候 她的这个Podcast 五银咖啡发了他们 就是在她的这一个访问 那她的标题叫做 在美国的台湾人关心什么 我们会把那个连结放在我们的YouTube 还有我们的Podcast Facebook的底下 那欢迎大家去听 非常的精彩 而且我觉得里面有很棒的观察 就发现可能在就五年前好了 台美人 大家想要做的一些行动 可能都不知道跟软实力有关 但是五年后 现在真的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台美人 对于中台关系的这个 甚至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感到非常的焦虑 然后有更多 更实质的这些行动都开始在发想 那就可以欢迎大家去听这一集的Podcast 才了解一下智欣的观察 嗯 我想要补充一下 我跟智欣是大学同学 而且曾经是室友 你不是同室友吗 对啊 然后呢 那个五银 对那个五银咖啡 为什么 吓死的点是什么 因为她那时候看到你就讲 方方 我想说你什么时候叫方方了 那个她那个五银咖啡 是她之前在台南开的咖啡店 然后超好喝的 然后也办了很多讲座这样子 那她现在就是大部分时间待在台北 所以那五银咖啡 现在就变成了一个线上的形式 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实体的咖啡店 蛮可惜的 不过智欣还是很活跃在各种 这个公民团体 还有这些第一线的这些活动当中 嗯 对我也补充一下 就是大家如果去听五银咖啡的这一集Podcast 在美国的台湾人关心什么 那访问的对象都是我们观测站的志工 所以大家如果听完觉得很感动 或者是觉得很有共鸣 或者是有任何吸收 然后想要支持观测站 也可以欢迎每个月小额捐款49块 非常值得 真的很便宜耶 呵呵呵 没错那个五银 五银咖啡 五是那个中午的五 然后银是那个银队的银 所以请大家可以来Facebook上面找一下 嗯 好 那就大家赶快去看一下 那我们今天会有哪些新闻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入境的旅客大跌 这个跌到的数字 待会大家听到可能真的会有点吓到 再来呢 这个时候 大家不知道想不想得起来 去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在去年呢 是应该讲说 现在是佩洛西来台的周年 那佩洛西也在这个周年 他发了一个文 那我们来聊一下 第三个新闻呢 是前日本首相麻生太郎 在8月7号的时候旋风来访台 那来认识一下这一位首相 也来了解一下这一次的访台的旅程 OK 好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 就是接下来一个礼拜 有哪些的大事 首先是 应该是 这个这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其实发生在这个周末啦 阿拉伯的国家 总共有40个国家 他们共同呢 就是聚在一起 那讨论了 讨论这个俄乌战争的解放 这其实也会影响 就都真的也影响到他们很大 这论世界有参加 普丁并没有参加 OK 那大家都想说 那他们讨论这个解放 是什么用 那其实也是 他们比较像是个表态啦 表态这个阿拉伯国家 他们怎么去看这些事情 OK 那在下礼拜呢 我们在南美洲 也会有八个国家的领导人 他们在巴西 聚集在巴西 一起共同讨论 如何去保护 亚马逊丛林的这些政策 那其实过去很多人都在讲说 这些环保政策啊 或者保护雨林的政策 常常都是这一些 比较先进国家 虽然也都是他们在排放的 这些温室气体啦 但很多人都会说 好像都是他们在 take the initiative 就他们在推 这些倡议行动的 但这次看到的是 南美洲的国家 自己他们 办起了这个活动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而且台湾人最近 大家都在抱怨 就是很热很热很热 也是时候该多关注一下 这个环保议题了 OK 好 那我们就进入到 我们的新闻环节 第一则新闻 好 我其实想要让大家 先猜一下 就是你们猜 中国第一季的旅客 有多少人 但是因为我们的脚板 就放在那边 大大的 有点难 让方瑜跟Leddle猜 但是大家 就是我们的听众 可以猜一下 你觉得 中国在2023年 疫情结束后 第一季的旅客 有多少人 OK 现在拜托你 在心中有个数字 那现在呢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2023年 中国第一季入境旅客 只有 五万两千名 然后这个数字是 2019年 就是疫情之前 的第一季的 两% 就是它少了98% 就是 有可能再 再跟大家比较一下 就是 2023年 台湾 就同一年 我们第一季的入境 台湾的旅客 有100万人次 全球的跨境旅客 有2.35亿人次 OK 所以我听到中国 这个五万二 哇 这个是台湾的平均薪资吧 我真的 我吓到了 对 就是大家都觉得说 中国这么大 然后在疫情之后 感觉就是解封了嘛 大家现在 大家有没有一个感觉 就是好像有非常非常多 自己的联友都在日本 对 真的 对 然后那个什么 对 还有日本韩国 然后那个什么 之前有一个新闻 是什么台湾人在今年第一季 刷卡是在日本消费 是全球第一名 超猛的 超多钱这样子 这蛮有趣的一个数字 但anyway就是 对 对 anyway就是 大家都在一个解封之后的 报复性旅游的过程当中 结果 今年第一季入境中国旅客 竟然只有五万多人 这个其实是很难想象 中国这么大 然后大家都不想要去中国 然后一下少了百分之九十八 这种衰退的程度 真的是很夸张 那 我们这边要来广告一下 就是我们那个 观测战猴力灾的podcast系列 其实有一集就在讲这一个 就在讲中国的间谍法 就是他们今年的暑假 刚推出了一个间谍法 也就是说 他说你是间谍 你就是间谍 而且我们的陆委会已经表示 有多名国人 遭不明原因留置在独立小房间 然后要检查你的 手机啊 笔电啊 然后逐一询问 手机内的那个每个联络人 他就是那个 你关在小房间 他一个人跟你说 你跟他什么关系 你跟他什么关系 而且被留置的对象 包括了立委啊 学者专家 一般民众啊 等等 然后呢 我们也提到就是 美国国务院 就直接警告 美国国民说 你们如果要去中国的时候 要小心一点 最好不要去 就是发了一个旅游警告 这样子 根据一些内线消息 被那种关在小房间 然后一个一个 这个检视的 这个有蓝有绿 学者啦 然后这个一般的那种 去参加会议啦 或什么啦 这个有蓝有绿 我觉得这个威力 真的是很强大 大家要务必要小心 嗯 但是这 对不起 我只是很好 但是这个 第一季入境旅客的下降 不一定跟中国的 呃 他们推出的法有关吧 我相信有一些 但是应该没有办法 直接知道他们是什么原因 不来中国吧 嗯 我觉得现在 这个数字才刚出来 然后大家都还在猜说 到底是怎么样 怎么会减了98% 对 这真的很夸张 我觉得是跟 过去一连串的 中国的 对 呃 这种处理疫情的方式 然后还有就是现在 呃 各国 各个那种商业公司什么 他们其实是想办法再撤出中国的 就这其实是 这几年来的一个 趋势 总和的趋势吧 因为你看 嗯 他可以随时 关你的工厂就随时关了 嗯 然后随时把大家都 通通通通通封起来 就随时封起来 嗯 然后呢 这个疫情的期间 一下子解封就全部都解封 就是 各种各式各样的 那个很混乱的 你怎么知道明天不会 又因为任何的原因 然后你工厂就关了 还是怎么样 嗯 所以其实 这个就是一个 现在大家在 说的这个叫 就是一个要减低风险 就是说 中国现在就是一个 充满风险的地方 那真的就是 没事不要去 而且还有一个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中国也在解封 对不对 那中国解封的时候 因为他们人很多 所以人很多的时候 你就是不要去 跟人家等几人 嗯 嗯 真的 而且其实补充一下 就是一个国家的 观光客来源 通常都是临近国家 可是我们就是看到 一些呃 民意调查也好 不管是在台湾 或在日本 就是或者是说在韩国 这些中国的临近国家 呃 调查民众在疫情解封之后 第一个想要去旅游的 国家是哪里 其实中国都 很少在榜上 嗯 所以这个可能 也是其中一个因素 然后像前一阵子 我就看到 台湾就有文章 在讨论说 为什么年轻人 出国都不去中国 宁愿 比如说飞很远 到美国啊 欧洲啊 或是近一点 就是去东南亚国家 或者是日韩 就是很少人会讲中国 所以我觉得这个 临近国家 就是对于去中国旅游的 那个需求 或是欲望 或吸引力 很比较相对 没有那么高 可能也是一个理由吧 然后顺带一提 就是刚才那个 方瑜提到的 这一个中国间谍法 最近有一个 很受瞩目的案件 那就是台湾人李孟居 其实他刚从中国 被释放 就是离境 这个李孟居的案件呢 他是2019年 8月20号的时候 从香港入境深圳 然后结果被中国的 国安机构逮捕 那在同一年 就是9月11号 那中国的这一个 国务院台湾办事处 就是国台办 发言人马小关呢 他就说 李孟居他是因为 涉嫌从事 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 已经被依法审查 可是他没有具体的 去披露说 到底是哪一些单位 在就是经手这些事情 那11月 就是2019年11月的时候 广州日报就是报导说 广东的这个深圳市 的这个人民检察院批准 说认为李孟居 台湾人李孟居 他因为涉嫌 为境外啊 的这个势力刺探 或者是非法提供 国家机密的这些罪嫌 然后被深圳市的 国家安全局 依法逮捕 这个简单来说 就是你去中国 真的要很小心啊 你可能照个相啊 或者什么样 就是你可能 不可能是怎么样 你可能莫名其妙 就会变成这个间谍 莫名其妙 就想要颠覆政权了 那中国很多时候都是 反正就是先把你逮捕 然后之后再来跟你说 你犯了什么罪 这跟民主法治国家 完全是不一样 民主法治国家是 你必须要给予 嫌疑犯 非常充足的 这一个 法律的这个权益 比如说 请律师啊 或什么 可是在中国 完全不是这样 而且他们通常是先逮捕 后来再给你罪 哪有这样子的 拜托 这根本就是 完全是乱抓人 这样子 那等于就是 他们说你犯法 你就是犯法 这样 可能有些法 可能你犯的法 还有你被逮捕之后 他们才会给你安插上来 这样子 真的是很 蛮夸张 那还好 还好就是说 李孟居先生 他现在已经 就是成功的离开了中国 但还有很多人有事啊 那是例如说 那个复查到现在 还没有回来 大家如果知道的话 复查它是 它笔名叫复查啦 本名叫李延鹤 那它是 它创立八旗文化 也是八旗的 这个总编辑 那八旗是出 他们的书真的非常非常 他们出很多 很棒的书 那现在复查 在今年初的时候 去了中国之后 也就没回来了 那如果大家希望 只想说 要怎么去 声援复查的话 在Facebook上面 有一个专业啦 叫做复查回台湾 Future back Taiwan 有很多很多 厉害的学者 然后资深的记者啊 媒体人 都一连串办很多的活动 就是希望去声援 让复查的相关的议题 还可以继续的 在被讨论 那大家可以去看 这个粉专 如果大家有兴趣 还有很多的讲座 正在进行当中 好 那我们第一则新闻 就先讲到这里 也欢迎大家留言 来跟我们讲一下 你都去就是 疫情后 你有考虑想要去中国吗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只是 原因是什么 OK 那我们就进入到 我们的第二则新闻 好 那第二则新闻的部分呢 是大家还记得去年这个时候吗 我记得 我自己印象很深刻啦 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我在美国 然后所有的人 那时候就在DC 所以超级多人都很担心 就是Pelosi来台啊 然后中国之后 接下来的一些军事行动啊 那他们超级紧张 然后一大堆记者的电话 这样 但是我记得当天 印象很深刻 就我早上 我真的蛮紧张 我觉得我也被整个 美国的氛围 有一点影响了 那我就赶快看我的Instagram 看我所有朋友的story 大家是不是都没事 结果大家都在庆祝那个七夕 就是 就那时候都觉得 OK好 正常发挥 好啦 那就是去年的8月2号的时候呢 Pelosi当时 他是联邦众议院的议长 拿来台湾啊 当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那他是继1997年之后 才有这个众议院议长来台湾 也是25年来成绩最高的美国政要 那就在他满一年的时候 就是访问满周年的时候 他发表了一个声明 他强调在台湾捍卫自己 以及自己的自由的时候呢 美国会与台湾站在一起 那这个声明也指出 这次重要的访问不代表说 美国的一中政策有改变 而是确实的履行 美国对台湾的坚定承诺 OK好那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他写得很好 就是也没有去 讲一中政策 就是太大的一个转变 但是又重申了 对台湾的支持 那我觉得我们来聊一下 Pelosi来台 这一年的发展好了 嗯就是其实 Pelosi他在访问 台湾一周年的这个时候 他有接受BBC专访表示 他就说30年前 当我们启动 和中国的这个对话交流的时候 其实没有预想过中国的人权 不会有任何改善 只是很遗憾 就是这些改变真的没有发生 然后习近平主席上台之后 还让情况变得更糟 那习近平整个就让中国 往独裁还有专制更加的靠拢 那虽然就是Pelosi他也说 就是发展人权的路是很漫长的 但我很爱中国人民 可是我不爱中国政府 就是他讲得非常直白 嗯 然后Pelosi他也说 就是自己啊 在去年 就是当时他面对北京的威胁 他没有觉得害怕过 那只是关于当时一些认为 他访问台湾的这些行程 会严重恶化 美中关系的这种批评 他也很清楚的 就是捍卫自己的这个政治选择 就是来台湾 他觉得他不后悔 而且他觉得他这样做是对的 那有些消息就是说 拜登当时并不是很支持他 这个决定 对 对 那针对这一点 Pelosi他也直接就澄清了 他就说 我魔法阿嬷 魔法阿嬷是我家的 他说我在访问台湾以前 那跟这个美国行政部门 跟情报部门 其实都有很良好的沟通 嗯 他发了这一个声明 然后接受BBC的专访 其实在台湾 我感觉台湾的媒体 其实蛮就是有一种蛮惊讶的感觉 就是说 没想到他竟然会在访台一周年的时候 又自己去主动提起这个话题 然后所以 也有蛮多台湾的媒体 就开始做了一些小小的专题 然后回顾一下说 那过去一年 这个Pelosi访台 有没有改变台美关系 或者是这个美中台关系 这样子 那我也刚好也有接受媒体的访问 所以我就把这个相关的东西 也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那这一年呢 其实发生了蛮多大事的 尤其是在Pelosi来台之后 不过我觉得 这不见得直接跟Pelosi有相关 那当然最直接相关的 就是说他访台之后 中国提出了一个军演 然后尤其是在封锁的这方面 就是说他们去演练了如何封锁台湾 那这个事情当然是很重大的 他会改变了就是周遭的国家 如何去这个评估中国带来的风险 以及尤其是以美国为主 台湾日本甚至是菲律宾 如何去应对这个封锁 我觉得他们是有显著的改变了 这些盟友之间在讨论 还有兵推这些事情 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就一直跟大家讲说 其实就算Pelosi不来 这些事情都会发生 OK你军演不可能是Pelosi来之后 突然给你军演一下 不可能这个都是准备很久很久的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借口而已 那当然还有接下来发生很多事情 例如说蔡英文总统过境美国 会见了Pelosi的下一任的众院议长 麦卡锡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事情 那这些事情一再的证明了 就是台美关系真的是非常好 而且是跨党派的支持台湾这样子 那这个我觉得是这一年内 大概跟Pelosi最直接相关的一些发展这样子 刚才方宇讲的意思是说 如果有个平行宇宙好了 然后这一个平行宇宙当中 Pelosi没有来台湾 可能这些事件 其他的事件 军演啊什么什么的都还是会发生 对 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因为他们已经 就中国已经准备很久了啦 我觉得他们这些东西都有在准备 就是只是用不一样的理由跟借口而已啦 没错 有两个我觉得就是 我认为Pelosi来台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 回应刚才那个方宇讲的封锁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我觉得不能说它是一件好事 但是应该要讲说 当中国开始做封锁的时候 也让美国开始思考我们要怎么去面对 那我觉得过去在讨论台海 或是这个战争的的时候 我们常常在讲的都会是这种热战 但是好像这一次的封锁之后 更多人开始要讨论 那封锁的话我们该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 就是灰色作战 这个叫灰色地带的作战这样子 简单来说就是Pelosi来台之后 中国的这种战狼式的外交侵略式的行为 改变了很多人 对于战争的这个认知 以及相关的政策圈的这个评估这样子 好 那第二点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 就是我觉得 其实我们如果再回顾一下当时 因为其实很多人骂Pelosi的问题是 他觉得一开始Pelosi要来的时候 真的闹太大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我们之前观测站的podcast也有讲 就是Pelosi很多时候 那种高官来台湾 常常都是到了之后 才发这个新闻稿 然后都是秘密进行 然后到了之后才曝光的 但这一次呢 如果大家还记得 他原本好像是四月的时候 就要来台湾了 结果因为COVID的关系呢 被延后 就他自己中COVID啦 他确诊 所以他延后了 OK延后了之后呢 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被爆出来 然后延后了之后 八月要来台湾的时候 又被 又再被小道消息 又再先被爆出来 我觉得中国他们也必须 他们内宣做了这么久了嘛 对不对 然后他们也有 他们自己 中国又是一个爱面子的国家 他当然也要去做一些 就是一个行动嘛 所以呢中国就 那时候还记得 是谁啊 不是说要把 Pelosi的飞机炸掉吗 是那个 环球时报总编辑吗 如果没记错的话 就大家就有一大堆 战狼式的这样子的 发言 那 Pelosi 大家知道 Pelosi的个性是那种 超级女汉子 所以呢 你跟他讲不要 而且说真的 你叫一个美国议长说 你不准给我来 我要炸掉你的飞机 你不是更是让人家 如果 真的Pelosi 就是他们不能 不把这个气势升高 不然两边都没有面子 或两边怎么向他们的选民交代 中国没有选民啦 就是他们的人民交代 OK 那 所以我觉得 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也蛮值得 大家再去好好的把过去的这个走漏消息的这件事情 要好好检讨一下 因为说真的 白宫常常走漏消息耶 新年初才出现这个走漏消息 要把这个南韩的一大堆机密 其他国家盟友的机密 都把它泄露出去 这个是真的会大大的影响 整个区域的 区域的稳定性的 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 或许美国需要检讨的一部分 对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像Pelosi 他在BBC专访里面有说到 他就是看到 他访问台湾之后 然后越来越多的这些国际政要 访问台湾 其实都在展现一个事情 就是说 大家很重视 这个区域的安全 然后也很重视 就是对这些民主的支持 所以我觉得 自从Pelosi访问台湾之后 然后紧接着 这一年发生的事情 都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民主的价值 以前可能是嘴巴上说说 可是现在越来越多国家 愿意用实际的行动 去展现 就是对于这些价值观的支持 外交部那个访团都接不完啊 外交部真的很辛苦 累死了 嗯 我觉得赞同你讲到一个蛮有趣的 也就是让我想到 我觉得或许可以 问一下这些访团 或者来台湾的这些人 就是Pelosi来台 有没有给他们一个 momentum 或是让他们更有动力 想要来台湾 我觉得这件事情 蛮值得大家 就蛮值得去问问 这一些访台的人 那我就更能够了解 说Pelosi来台 对台湾的影响 好这可能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下次我去问一下 如果有碰到 那个访团的话 嗯 可行 我觉得这个跟下一则很有关系 搞不好就是被影响 诶 好 谢谢 雷朵就丢球给我的 那我们就赶快进入到第三则新闻 来看看是谁来台湾了 好的 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一则新闻 就是呢 有当今日本政界的水户黄门之称的 这一个日本前首相 同时也是现任的自民党副党魁 麻生太郎在8月4号的时候宣布 在7号跟8号访问台湾 对所以就是 对出访前的三天才公布 就他们保密啦 但也就是蛮符合就是这个外交的公布的方式 那根据这个每日新闻报道 麻生太郎是受邀来台湾的 那上加来台湾已经是2011年的事情了 所以是12年前 那自民党的麻生派 众议员林木新佑 还有中西建制 也会跟着麻生太郎一起来访台 OK好 但是呢刚才 我刚才讲了一句 他现在的这麻生太郎的一个头衔吗 叫水户黄门 称号 什么是水户黄门自己讲 我都不知道 雷德你帮我解答一下 就是水户黄门 他其实是一个日本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那就是江户时代 水户凡的第二代凡族 德川光国 那凡族是什么 简单来讲就是封建的领主啊 那这个人其实常常被当成 比如说歌舞伎啊小说啊 这些影视作品的创作题材 故事盖要其实以现代人的角度来看 就是年事已高的这一个 德川光国就是水户黄门 他从这个凡族的职务退休之后 然后带着水户就是微服出巡啊 周游日本各地行侠仗义的故事 所以或许可以说类似 用台湾人可以理解的话 就是有点像包公办案的感觉吧 对 可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其实水户黄门从来没有离开过关东地区 也就是现在东京附近的这个区域 从来没有离开过 那等你是不是都有在看那个啊大和剧啊 高度怀疑 偶尔会看偶尔会看 那为什么麻生太郎会被就是誉为是当今日本政界的水户黄门 就是这个称号就我所知是两年前麻生太郎 他刚就任自民党副总裁的时候开始流传的 那就是根据朝日新闻的报导 那时候的自民党干事长就是甘立民 他把麻生就是担任副总裁这件事情 就是比喻为水户黄门 就是说有经验的人 然后说话的时候 可能有时候比当权者更有分量 因为江户时代当权者就是幕府将军啊 那那他只是一个领主 但是他讲话更有分量这种感觉 然后这个那个时候就是自民党的干事长甘立民就说 希望借重麻生的影响力 虽然说以前也有这个卸任的首相访问台湾 可是麻生目前在执政党的地位 其实仅次于现任首相安田文雄 所以也是日本自1972年跟台湾断交之后 来台湾的这个自民党成员当中最高层级的 所以你不觉得这个跟刚才我们在讲 Pelosi有一种既视感吗 对 然后麻生太郎他的行程满党 预计8号的时候会觐见总统蔡英文 然后还会和就是跟就是获得民进党提名的这个威廉赖 就是赖清德副总统进行单独的会谈 那除此之外他还会参加凯德格兰论坛 就是担任这个专题演讲的嘉宾 然后拜会外交部长吴钊燮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他会拜访立法院的前院长王金平 还有台北市长蒋万安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行程 日方那边强调的就是他们会去五指山国军公墓 做什么呢 去评调前总统李登辉 所以访台期间其实他还预定就是会以经济安全保障 情势等等这个为主题去发表演说 所以显然这一趟反正问一定会导致日中关系紧张 我们这边要来这个补充一下 日本的执政党是自民党 现在是自民党 那这个日本是一个议会内阁制的国家 也就是说他们是由国会里面的最大党的党主席担任首相 那所以现在就首相就就是岸田首相 那他就是自民党的党魁 自民党的总裁 那现在麻省太郎就是自民党的副总裁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 上一次有自民党的副总裁来到台湾是什么时候呢 哇塞这个是1972年耶 哇塞这1972年的事情 这个副总裁叫做 太久了吧 对啊太久了吧 这叫做追名岳三郎 也是国会议员 因为他们一定要是国会议员 然后才能够进到这个政府里面这样子 那那一次 而且1972年那一次是要做什么 那一次是要讨论日本跟中华民国到断交 然后你看 然后这个时空背景差了多少 然后你看这一次麻省副总裁来访 很显然是要去推动整个台日关系 这整个气氛这样子 那我看中国大概要气呼呼了 那你看这个 尤其是这个最近才刚回国担任中国外交部长 那个王毅他其实担任过中国驻日大使 就等于是直接打脸的王毅嘛 就是他才刚上任 就是刚回国接替这个被消失的这个秦刚嘛 那马上麻省就访台了这样子 看来中国又要加班了这样子 那还有个很有趣的这个花边新闻嘛 麻省副总裁他今年在6月的时候 也在东京呢会见了柯文哲 然后之后呢也跟那个访日本的这个侯友仪见面 那有些人对于外交的这个 可能有一点误解 就是你看是不是你见了谁 就是在为谁背书 其实不是 因为你如果从日本的角度来看 他一定会想要跟像台湾的 对啊一定是大家都要见 你要了解所有的政党的那个想法 因为你怎么知道会是谁上 对不对 有可能大家这三个人 每个人都有机会 在民主国家选举本来就是要到开票 才会知道是谁 所以你不会说是啊我去去那边 然后见到谁就是在为谁背书 不是这样子喔 那其实美国也是一样喔 就是说我们想要去了解美国 美国也想要了解我们 所以并不是说你见了谁 就是要为谁背书这样子喔 当然是一定得跟候选人都多聊聊这样子 嗯 但是我觉得台湾的政治人物有一个 最近有一个毛病 就是都会把自己跟别的会面 解读成别人在帮自己背书 我觉得不是都吧只有一个人这样做不是吗 哈哈哈哈 等一下这样我们这样子会被备书 因为我有看到麻省的时候就想让一个新闻 就是客文哲去日本嘛 然后就他会见麻省太郎之后 超尴尬 就媒体就问他就说 啊我会见了这个安倍派的这个领袖 因为这个这边要再帮大家再补充一下 就是日本的这个政治 他们其实是高度的派伐化 自民党是最大的政党 然后最占优势的一个政党 他们党内有很多派伐 就是派系啦 那这些派系之间 他们通常会以那个领导人为命名 那比如说之前安倍就有一个 安倍晋三所长他就有一个安倍派 然后麻生有自己的派系叫麻生派 结果柯文哲去见了他之后说 我刚才跟安倍派会面这样超尴尬的 然后柯文哲又还有闹出一个蛮大的风波 他就是说啊我见了这个自民党的这个什么干事长 那他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他第一就是他搞错了人民 然后第二就是他把人家闭门的会议的那个话 用自己的话再重新把它讲出来 然后但是后来他那个人其实没有这样讲 所以其实最近这个也是有一些外交的风波这样子 但我觉得外交风波有时候蛮难在台湾 引起什么就是很可能可能外交这种事物 大家还是更在意的是那一阵啦 那我觉得其实日本的政治我自己没有很熟 但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那也欢迎大家多去了解 如果大家不知道要怎么去接近 那我觉得可以或许去关注几个 我自己常会看那个关键评论网的一个编辑 他真的在日本的政策上面 日本的政治他花了很多时间去琢磨 然后我们之前也有访问过他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更多了解日本政治 欢迎可以去追踪去看一下他的文章 OK那真的要看啦 也推荐那个民众党的人们去看一下 好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美国新闻 OK那上次没有讲到那个大选嘛 那我们这一次来快速跟大家分享一下大选 接着呢我们就要来聊一下 在纽约发生了一个蛮有趣的事情 好那我们先来更新一下大选 那当然就是大选不能不提到川普 那川普呢他现在面临了第三项的起诉了 那这一次起诉是围绕在就是2021年的 1月6号国会暴动事件 基本上他这个检察官对川普提出四项指控 包括这个串谋欺骗美国 然后串谋阻碍官方程序 那串谋妨碍权力阻碍 以及企图妨碍官方程序 就是当时那个整个选举的程序啦 OK那那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第一个川普被起诉的刑事指控的是机密文件 就是他不当的去处理这些美国的高机密文件 那第二个呢是跟APM女星的封口费 那他把它伪造成这个律师费用 那针对这一些不管是刚才提到这前两项 或现在被起诉的跟这个1月6号国会暴动事件有关的 川普的说法都是一致的 就是他是受到政治迫害 然后他也都说他自己是无罪的 OK那美国是2024年的11月会选举嘛 接下来川普都会有可能要上出庭啊 需要去回应这些起诉 不过呢还是一样川普的民调是居高不下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最新的538的这个民调 川普的支持率是53.3% 那大家知道第二高的 就我们常常提到的迪尚特Dissantis 就是现在的佛里达州的州长 第二厉害的哦 是14.3% 所以就跟这个 根本差了40%啊 这不用玩了吧 大家回家啦 差了40% 对 这不用选啦 那还有个可能大家台湾人不要记得啦 就之前就是说台湾人没人发一把枪的那个 Ramaswami 他是6.7% 对 就是Dissantis不到的一半 然后Pence前总统4.9% Nikki Haley之前的 前副总统 前副总统 Sorry 前副总统Pence是4.9% Nikki Haley是之前的那个 驻联合国的美国的大使 是3.5% 呃 对 所以就是 嗯 是很尴尬 好 那我想要介绍一个人呢 呃 他是前扭则西州的州长 他叫Chris Christie 他今年60岁 那他是在6月的时候 加入这个共和党的初选 我们当时并没有 呃 就是 因为当时就是大家都想说 反正就是川普嘛 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去讲这个Chris Christie 参选的新闻 不过为什么现在要把它拉出来讲呢 因为我们之前都有提到嘛 就是这一些跟川普竞争的共和党的对手当中 基本上他们不太敢去 就算是他们就是很明显就是竞争对手 但他们都不会站出来的很凶的去批评川普 那但是这个Chris Christie不一样 虽然他现在的民调只有1.88 超级低 但是他在这个党内 这整个初选当中 他的炮火 他真的是个大炮型的人 哎他就点出来 你们这一些不敢顶撞川普的人 就是有可能你们的心底是想就是说 等到川普当选的时候 你们还有机会可以就是谋求管位 但他就觉得这样的心态是非常不可取的 那他是很少数真的就直接 对川普开炮的啦 所以我觉得有没有可能Chris Christie这样子 因为我身边已经有几个共和党人 他们其实不讨厌川普 只是他们希望看到一个新的人 然后不是一个完完全全一昧 去听从川普的人 那他们我有几个朋友 他们是听到Chris Christie他讲的论述 其实觉得哎 蛮耳目一新的 那所以不知道Chris Christie 他会不会在未来民调往上升 就也蛮值得大家关注的 那最后最后来讲一下 之前我们Podcast常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 在川普任内的国家顾问最后也被fire 那他叫做John Bolton 波顿大家应该蛮熟悉吧 就戴个眼镜有个这个胡子的这个波顿 那Bolton他就讲到说 如果川普赢了2024年的总统大选 那美国有可能会退出NATO 虽然不意外但是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二部战争还在爆发当中 那个川普任内 那个几乎所有的国家安全顾问 甚至国防部长 每一个都跟他闹翻 几乎每一个 每个闹翻之后都出书了 对 真的川普是真的有可能会退出NATO 就是因为他很讨厌那种多边机制嘛 就是他觉得反正就是美国说了算 然后他可能就会说你看这都美国出的钱 NATO好像美国的这个经费占六成 对 所以你看这都美国出的钱 我们不要出了你自己去付啊 然后就退出这样 然后我看欧洲就要崩溃了 因为这等于是欧洲防线全面要瓦解这样子 因为NATO就是美国北大西洋嘛 然后如果没有美国 其实不只是欧洲会崩溃 就是美国对其他盟友 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 这盟友的这个信心会全面崩溃 那我觉得这个台湾是很危险 当然更不用提 就是台湾 他直接讲说我们不可以防御台湾 因为台湾人都抢了我们工作之类 反正就是川普 不过你看 这个53%这不是盖的 然后 真的 这个第二名这个Dissantis 现在整个被压在地上打 我们还是查到一个资料是今年 上半年川普已经花了上千万美金的那个广告费 在攻击Dissantis 他到底行不行啊 Dissantis可能 招架不住的那种感觉 会招架不住 已经差了40%了耶 这个Christy1.8 这个要谈一下 差太多了啦 好我们继续帮大家关注啦 就是 因为其实也真的不知道他这么多的起诉之后 会不会真的有影响到他 就越来越高啊 没有起诉 每一个起诉完之后就越来越高 然后他捐款就越来越多这样子 那这个 就是蛮夸张的就对了 可是我觉得每一选每次就是关注到后面 都会有那些什么十月惊奇啊 搞不好明年就是很多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惊奇 好可怕 我觉得关注才会 我觉得比较惊奇的是拜登的健康状况吧 他健康状况真的很难 很令人担心耶 但是十月担忧 我们其实还有关系 就是川普真的是一个就是议题非常多的 其实蛮多想要跟他讨论跟他相关的议题啦 但我们今天没选的部分先到这里 那我们还有一则美国的新闻想跟大家分享 那方文要不要跟我们来讲一下发生在纽约的事情 对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找那个美国新闻的时候 就怎么找来找去都是一种超级严肃 然后就是很硬的一些政治新闻 那我们刚好就看到这一则说 这个太太有趣了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也不能说有趣啦 好这个就是在纽约 这个4号的时候 8月4号的时候呢 有一个网路的红人 他叫做K 这是K吧还是K K对不对 KSanet 就是赛纳特 他是一个20 他才21岁哦 他是个网红 他有数百万人的这个社群媒体的追踪 数百万耶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啊 就他是一个直播主就对了 然后呢他就是在Instagram上面发文说 我们要再办一个实体的活动 就是我们在Mannhattan这个地方 这个大家去那个Union Square 纽约市的联合广场 我们办一个直播 我本人会去 然后还要送大家那个PlayStation 5 游戏机这样子 我真的 我听到这件事情 我真的就是心里觉得 到底为什么会有人选Union Square 你知道那边有多小吗 不知道 请形容一下 Union Square是什么概念 他是纽约的很中心的地方 然后大家都知道 曼哈顿啦 曼哈顿本来就是一个岛 他本来就已经很小了 他的大小差不多 那边可以容纳的人数 大概你想象成西门町红楼 不要想到那个彩虹 彩虹那些地方都没有 就是红楼前面那一块 OK 那就是Union Square 那也太小了吧 很小 而且旁边都是一大堆大马路 OK 所以就是第几大道那种 美国第几大道 纽约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大道 都也蛮小的啦 但是所以 怎么会有人选在那种地方 对 他就是 反正总之就是这一个百万 百万网红 他就是说 大家到那边吧 我要去办直播咯 结果马上就有两千个人 哇 他这号召力真的很厉害 两千个人 这一个 马上就去了联合广场 然后就挤爆了那个联合广场 这样子哦 然后 对我看了一下那个照片 真的是很小 就是一个超小的地方 这马上就失控了 因为人太多 然后大家挤来挤去 然后就开始 反正都是一千年轻人 然后就开始 砸东西啦 丢东西啦 然后开始有人受伤啊 等等 然后呢 这个纽约市长 这个叫 Eric Adams 他其实就是 他其实之前是警察 警察出身 他就马上就发现说 这事态不对了 就是太多人 一下往那边挤 马上他发出了一个 所谓的第四级动员令 什么叫第四级动员令 这个是上一次 纽约市发出第四级动员令 什么时候 是911的时候 就是恐怖攻击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有 就是说一下两千人挤到一个 无法容纳的地方 然后场面马上失控 然后就是纽约市长 马上赶快紧急动员 然后赶快所有上千个警察 马上去那边 然后控制的这样 然后就是还好就是没有 这真的很夸张 是911的规模 但我觉得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纽约人都不是什么正常 对不起 曼哈顿 对 整个纽约人都真的不太正常 所以呢 就是他issue这个 就是第四级动员令 我完完全全能够理解 然后我们就看了一下那个 就是那个报道 就是看一下那个新闻 媒体上面的画面 就觉得说 嗯 这个动员是应该的 那个画面 那个现场马上就已经失控 你知道就是一个很夸张的这个 然后人多到一种 就是很夸张的地步这样子 反正就是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要想的就是说啦 就是说 呃 所谓的现在这个所谓的KOL 网红 Key Opinion Leader 这件事情 就是说 好像很多人并不会 并没有去想到说 自己其实也是有一些社会责任的 因为你知道权力 声量你越大的时候 你的社会责任其实也蛮大 你不能去误导人家 你不能把大家就是带入 带入这个混乱这样子 所以呃 这个这件事情就是很值得 我们去关注 嗯嗯 我觉得其实台湾 其实蛮能够relate吧 因为我觉得最近呃 台湾也有一些网红呃 在做一些议题嘛 那有有 例如说大家知道那个Chip 这个网红 他就去动员 然后去针对台湾的这个道路安全 去做了一些有行动 那我觉得蛮好的 那或是去居住正义好了 说真的我觉得本身 如果想要讨论居住正义这个议题 也是也是好的啦 那那我觉得就是 真的要去了解自己的 自己每一份影响力 你要怎么去发挥 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的 嗯 现在的网红 我现在看这个网红 这个K Sanity 他很很年轻耶 我觉得 21岁而已耶 嗯 21岁 那我觉得这些 我不知道 有有没有什么样 像是YouTube 我知道他们会有一些那种 创作者的论坛啊 或者一些聚会 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 很重要的机会去 告诉这一些 有可能很年轻的网红 呃 或是可能 也不要用年纪去区分好了 就是让这些网红 知道他们的社会责任是什么 这个我想要分享一下 就是说 那个之前有一个治理名言 把群众带上街头很容易 但是要你把群众安全送回家 是很困难 你要发起这类的那种 社会的这个游行啊 聚会啊 这种 这当然是民主国家的公民的权利 可是那个发起人 可能还是要先想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你的 比如说诉求是什么啊 然后你要 你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最后有没有办法 安全的把这个集会结束啊 这个这其实是 这其实是比较难的事情啊 嗯 对啊 而且其实我觉得 这一次也是显示 整个社群媒体 就是他的力量 到底是怎么样 就是像刚才可信说的 然后我 我看到那个新闻报导 他上面也是写说 就是这一个网红 就是他还在IG上面 就发了一个 美国电视台 不是报导 就是现场拥挤 那个人潮的截图 然后就在IG上面 就发文说 哦就是我 我非常爱你们 就是大家都太棒了 然后还补充说 就是叫大家要注意安全 就是我觉得这样的贴文 就是某种程度上 其实还算中性 可是你如果说 今天这一个网红 这一个英文说的influencer 他是叫大家号召 往哪边前进 或是做哪些事情 其实就有很 很有可能会去散动 就是一般的民众 做出一些 平常不会做的事情 像 很多啊 我们就有个政治网红 那不就川普吗 对 川普就这样吗 53%的 我已经 我已经很努力 不要止迷倒心 我们刚刚才讲到耶 对啊 所以我 所以我真的觉得 就是大家真的要对 就是这种 网络社群的力量 是要谨慎的 尤其是接下来 台湾就要选举 然后明年美国也要选举 所以我觉得相关的这一种 网络社群的 对 真的值得大家注意 呀 不要这么容易的被煽动 这么容易的被动员啦 我觉得今天这件事情还算小 至少他不是去做一个 很可怕 就是 或是他不是去动用一些仇恨 不是用这些恐惧去操纵民意 他现在是用这个PS5 但是 那我觉得就是大家也要知道 就是你 你可能是很容易 我们每个人不是你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很容易被煽动 被动员的 那 被动员之前先反思一下 我觉得这个也是 资讯判读的其中一环 你要确认说那个 自己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 这样子 就是要 看一下人 如果这个状况不对 还是还是先赶快走掉比较好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这一些KOL的教育啦 坦白讲我觉得现在 所有人都可以变成KOL的时候 那 这一些 我们从小这样子的资讯判读的教育 就很非常的重要 然后不管是作为一个 资讯发出者 或是资讯接收者都很重要 好啦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 那谢谢大家收听观测站底加啦 我们会讨论台美关系国际动态 我们的粉专 US Taiwan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站也会随时更新 台美政治的动态 而这个Podcast就是服务 现在太忙 只能用耳朵收听新闻 我们的你也会帮各位加聊加辣 那听到最后 别忘了在你收听的平台 Follow观测站 帮我们按赞哦 我是可欣 我是芳瑜 我是雷豆 我们下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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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